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陆陈阳华阳 我们养殖菌子烂压根就是个坑 好多朋友也是这样认为 我心边在可也是由于这个脚水不倒 而导致这个烂根的现象 大家看一下 怎样才能让这个菌子烂安全住下呢 根据我的这个经验 我给大家分享一点 养过菌子烂的朋友都知道 菌子烂是不惜状况的 它们这个沿着的夏季 你管雨的枪黄波晒 很容易造成这个叶皮儿哭叫的现象 一次夏季的时候 我们必须得给它创造一个实际的环境 把它放到铜峰 并向有沾液度 在北非之气势左右的这个阳光下 你要管雨的枪黄波晒 造成蒸足生长不良 甚至这个死亡的现象 再一个就是脚水问题了 夏天的时候它吹一段实验的休眠期 你要经常的脚水 这个喷头永远保持这个超市的状态 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根部腐烂的现象 因此我们这一方面的特别注意 平常我们在这个实际羊太羊羊之的时候 中午的时候 你给它蒸饮的情况下 经常观察它这个喷涂的干涉度 用手指给它插下这个大约五六公分去 只要这个喷涂捏起来 是散状的 你就可以给它保持这个喷涂测试 给它适当的浇水 你要管雨的节水 也很容易造成这个烂根现象 只要喷涂不是黑散的情况下 你就不能给它浇水了 我们摘制这个点子烂的时候 千万不能脱生事 我们必须得给它用这个 所从土气的土壤 你可以用这个腹液 腹液我们可以给它 投击一下这个大腹液 这个腹液的 摘的是这个往华汇店 给它买这个腹脂液 给它进行摘制 你要是用这个黑半截的沿涂 它就很容易造成结水 引起烂根的现象 因为夏季温度比较高 鸡子烂出于雄面起来 你要管雨的食用费 很容易造成烂根的现象 在这儿生涯吧 你尽量的给它控制食费 你求以后吧 你可以给它追食这个利甲费 你图示这个滑溅的形成 好了 关于这个鸡子烂下前不要度过 我就给大家讲解在一起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